最近他不知道為什麼 他特別喜歡Pay PAPI 就是那個沛沛豬 愛到什麼程度呢 就每次看到我就是 Pay PAPI PAPI就算了 他就是有時候半夜會醒來 他醒來不是叫媽媽 半夢半醒天他給我叫Pay PAPI 趙小喬時常在個人頻道 分享一家四口的生活點滴 在近期的影片中 劉子權改口叫媽媽 讓大家看了十分感動 不過還原當下的情況其實是 那是一個非常樸實的 就沒有大家想的有開濾鏡的那一種 因為在家裡面忙帶小孩 所以就是寶寶在哭 然後我在弄奶 那邊都忙西忙 然後犬犬突然在後面說 我已經是想跟你說 我就繼續忙忙忙 然後他就突然講說 我可以叫你媽媽嗎 當下想都沒想 我就好 就好像是在問說 待會吃什麼的感覺 我後來知道他也不是 就是直接衝動的問我 就是後來我聽斗哥片面聽斗哥才知道 他其實有些問過斗哥 如果我跟蕭說 我可以叫媽媽媽這樣 就是我事後才知道 原來他也問了斗哥 突然被叫媽 自己真的反應不過來 他每次都要 媽 媽 媽 叫三聲我才會有反應 斗哥還滿有趣的 他也沒有跟我討論 但他現在就是 也會很順的 就直接說 你去跟你媽說什麼什麼什麼 就是我莫名的原本是小喬 我現在就突然變成媽了 雖然還不習慣成糊的轉換 但幸福感全都寫在臉上 而越來越會說話的女兒 最近也變得超有個性 最近他不知道為什麼 他特別喜歡沛啪屁 就是那個沛沛豬 然後其實現在都講說 不能給小孩看3C 但我只是在我的用手機 然後播放音樂給他聽 但是你播音樂的時候 他會看到那個圖 然後他就愛上了 愛到什麼程度呢 就每次看到我就是 Pay P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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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就算了 他就是有時候半夜會醒來 他醒來不是叫媽媽 半夢半醒覺 他跟我叫Pay PAP P 天啊 太誇張了 妳看妳們 妳們單獨在這位置學有沒有 還沒有 因為其實真的沒有他想要這麼容易 他現在已經超過一歲 所以他的活動比 還有他已經會講不要了 人家不是說兩歲才開始嗎 我們家是不是有點早 一歲三個月 不要 不要 然後手還會這樣揮 就是慢慢的會 越來越難搞啦 就是他越來越有自己的意見 所以我個人覺得 他自己帶他出去 我覺得 連他爸都覺得你這樣 看來要讓兒子獨自帶娃 還需要更多時間 近期留字圈殘演電影 周楚楚三海 趙孝翹當然也用行動力挺 那最近是不是有去看兒子的電影 對 有沒有給他什麼回饋 第一個就是我真的覺得他可以跟這些所謂的大咖們合作 他真的是去學習的心態 對不起 媽媽看人都不一樣 對 因為全全他就是眼睛圓 鼻子圓 嘴巴圓 然後臉圓圓 耳朵也圓圓 然後你看那個小天的臉只有這樣 然後李仁哥的臉只有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我兒子很吃虧 所以我就一直逼他減肥這樣 所以他就覺得他很累 媽媽的關注點果然不一樣 一家人之間的可愛互動真的太溫馨 完全娛樂連平穩高玉展採訪報導 各位再見囉